张灵赫提前预热新剧角色被打脸 打 别看张灵 人比较乎 他实际上是个隐形营销咖 之前他和姚一起主演某不古偶剧时 买了一大堆夸自己 直高的通稿 剧播期间轰炸式的推送 简直是难的四千年 只不过当时那不古偶剧收视率不太 关 巨户了 张灵赫买的通稿自然也都打水漂了 近一段时间 剧版的天官赐福准备开机 饰演花的张灵赫 担心自己人气比不过另一位爱豆主 买了一大堆通稿为自己新剧角色预热 原本题 预热在圈内是件挺常见的事 但张灵赫团队不寻常录 拿自己其他剧里的古装造型去碰瓷剧角色 恰好戳到书粉的雷点上 杨超越人气Flo惨到 热搜 答 相比以前 杨超越现在的话题度的确下了不少 一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出圈的作品 无论音乐方面的还是电视剧方面的 他都表现平平 就会导致他的人气不断内耗 其次呢 现在额场 彭的小花人选从他转移到了赵露丝身上 没有本方的偏爱 杨超越能得到的资源降级 话题度会相对应减少 不过呢 杨超越自身挺会来似的 场不会完全放弃他 之后还会安排他出演一些春剧 承销抄袭新剧评论区沦陷 答 没办法 尽管不抄袭剧从原著开始口碑就极差 但是对于承目前的发展来说 还是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家团现在也是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态度 非常配合片的宣传 不过话说回来 正是因为承销团队的大宣传 让承销以前用电竞少女人设吸引来的电粉 集体粉转黑 承销微博宣传电视剧的评论区 被净粉的骂声沦陷 真不知道如今的了热度 却了路人员的承销团队 是喜还是忧 公俊抢王一 时尚资源 答 明星秀场造型呈现的效果 对他们时尚资源影响的确挺大的 上次王一博受药餐 香奶奶的品牌大秀 造型遭到时尚圈的否认 以网友的嘲笑 不仅让品牌方对他时尚诠释能力 咦 还或多或少影响到他时尚杂志方面的资源 此同时呢 以公俊为代表的新派单改流量小声 速崛起 他们同样具备流量 脸庞也更为新鲜 让上涵拥有了更多选择 最近有风声说公俊抢了一博的时尚资源 是因为新老两派单改流量对资源时 出现了资源相撞的问题 品牌和杂志在这中选择了时尚感更加的一位 另一位落选资的团队心声不满 放出资源被抢的通稿已辞完 吴倩事业新回归 答 经历了这么多 吴倩再怎么 爱恼也看清了南方的本性 他现在想回归事业 立把自己的状态调整了回来 不过 吴倩当初为家庭 事业空窗期很长一段时间 他的老冬甲也 手捧公司里的其他潜力新人 现在能给吴倩的 缘都比较一般 吴倩老公感觉他这样付出 只能 电视剧里打打酱油 还不如在家带娃 两人为此 大吵了一架 好在吴倩早年间在圈内 激在了一的人脉 他付出后大概率会先上综艺 等有了热 后再去接戏